很欣賞你這麽勇敢 我們現在講到一樣的情況 你正在面對著的 你需要講一下有什麽影響你 或者你有什麽對神的關係 有些問題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那跟神的關係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之前那幾年 我信到主 一死不到現在信到主這麽久 那之後其實我已經有幾年 沒有回到教會的 那跟神的接觸少了很多 那但是自從找到你們之後 我就開始回到教會 那還有生活其實都有很多罪的 就是很多不聖結的地方 OK 那我聽到就是說 你很久沒有回到教會 然後最近回來 還有有些罪影響你 我說我反省罪之外 就是喜歡很細族的東西 真的不偏離正道 偏離了神的意思那些 OK OK 好了 那我很欣賞你 你願意說出這個問題出來 因為這個很勇敢 你能夠說出 就是罪的問題 影響了你的 那當你犯罪的時候 你有什麽感覺 感覺 我覺得自己是違背著神 感盡可能會影響到得救的問題 OK OK 其實第一 我很欣賞他 他說得出這件事 當有人會這樣承認 我犯罪 我就覺得得罪神 這樣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 其實很成熟的 那我先欣賞他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犯罪 他不覺得內疚 反而是問題 所以你會知罪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你可以形容一下 你怎樣知罪法 覺得你犯罪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怎樣 首先我犯完我做的事 那我有一件事 是經常做的 應該是犯罪來的 不過我不敢說出來 不過我做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自己是 做一次犯罪 那每一晚 就是每一晚臨睡前 祈禱 我都會為 我每一日犯罪 都會和神祈禱的 就是 認罪啊 那些事情 雖然我每一次都說 我求主幫我不要再犯那樣罪 但依然 經常都會再犯的 但那樣的具體是什麼呢 我真的不可以說的 OK 好 那些羞恥 OK 我想問你 你這種知罪的感覺 和你未信耶穌之前有沒有分別 未信耶穌之前犯同樣的罪 有什麼分別 被信耶穌之前犯這個罪 我從來都不會覺得 就是覺得沒有什麼 覺得很正常的 但是知道了 信了主之後 就只不如知道了這件事是 罪來的 OK 那這件事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信耶穌之後 就會這麼敏感這些罪呢 你覺得原因在哪裡 因為那件事呢 是思想上的罪 也是會 會 那件事是思想上的罪 是信了主之後就會知道 你覺得是什麼 引致你會有內疚 引致你會有內疚 為什麼你信主之後會有內疚 因為我信了主之後 就知道耶穌是真神 就知道耶穌是存在的 那我既然知道了之後 那我仍然犯這些罪 那我就會 就覺得自己是在違背著它 嗯哼 OK 是的 你裡面有一個知覺性 你知覺這件事是違背神 是不是 那你這種知覺 你覺得是 是你自己製造的 還是從哪裡來的呢 嗯哼 我也是自己的想法來的 自己的想法來的 你覺得是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知罪 是 是 是嗎 是的 OK 聖經說聖靈來到 叫我們為罪為疑 為審判 責備自己 你有沒有留意聖靈的感動你 覺得 總是你自己給藉口 我可以繼續犯這個罪 但是聖靈也會繼續提醒你 這件事是罪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這種外來的提醒 有的 OK 這樣證明一件事 其實神是沒有放下你 是嗎 是的 祂一直是想幫助你 所以祂一直提醒你 讓你知道那件事是罪 雖然你已經犯了很久 但是你依然 那時候覺得沒事的 未信耶穌沒事的 是嗎 是的 但是現在的信耶穌 就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這證明 神其實一直在你的心裏做功 你覺得神關不關心你 關心 是的 非常好 既然祂關心你的時候 你覺得跟祂建立關係難不難 如果祂關心你 譬如你跟一個不關心你的 建立關係就會難 但是神關心你的建立關係難不難 不難 你知道不難的時候 既然神關心你 那你覺得你怎樣可以做 向這個方向改 就算你不是一下子改到 向這個方向去 你以為神會怎樣看 會好喜悅 是的 會好喜悅 你可以開始做 有甚麼可以做 是的 既然你知道這個罪 神不喜歡 你又知道 你稍為向神的方向去 神就喜歡 你可以開始做甚麼 盡量去改 是的 盡量去改 但是人又覺得很難 有沒有覺得很難 裡面有一種罪性 這種意念 令你繼續犯罪 我想問你 其實我們處理罪 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很多種方法 你可以想到一個方法 幫助你面對這個罪 處理這個罪 你有沒有想到任何一個方法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其中一個方法 人也會有這種經歷 當你犯過很多次這個罪之後 你會想到 一旦犯了這個罪 心馬上覺得 有甚麼感覺 一旦犯了這個罪 心裡面覺得有甚麼感覺 我覺得自己是有罪惡感 要跟神說對不起 要跟神認罪 就是這樣 還有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沒有 就是犯了罪 又犯了罪 真是很內疚 很不舒服 有沒有這種感覺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OK 這種感覺都可以幫助我們 因為你還未犯罪的時候 我又會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這樣 我也不想這麼不舒服 會不會是一種動力 會 會的 我又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親近神而開心 有沒有試過 有 親近神而開心 有 那你喜不喜歡這種開心 喜歡 那你喜歡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保持多些開心 想 那你就知道 我就記得 原來當我犯這個罪 我就會不舒服 所以我就要留意 我會不舒服 所以我就會刻意處理這個罪 就能夠得勝 OK 我聽到其實 我很欣賞你 你是想脫離 你想脫離 我又想問你一些事情 就是你知不知道犯罪會有什麼後果 如果不會的話 死後就會跟神隔絕 就是會落地獄 是的 這個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落地獄 除了落地獄 除了落地獄 譬如那個人 他有改的 不過他又不全改 他又真的有信耶穌 跟從耶穌 這樣的時候 會有沒有其他後果 你知不知道 我想就算去到天家也好 但我記得有聖經的說話 大家也記不記得 眾言得救 仍著火裡經過 是的 這個在《光臨多前師》第3章 那裡說到 那裡說到什麼呢 就是 有些人他們所做的是 寵鵝雞 被火視炎 被燒光 然後所有都是兇手 你想不想這樣 不想 你不想這樣的時候 這是一個動力 我不想這樣 這樣就可以有動力 去對付罪 對嗎 對 你有沒有想到其他動力 令到我們去對付罪 因為有動力很重要 我知道 如果我繼續犯罪 所有都燒光 什麼都燒光 雖然得救 都是緊緊 好像從火裡經過一樣 還有什麼動力 你想到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那我告訴你 好嗎 告訴你 有什麼動力 我們可以去對付罪的動力 好嗎 可以 好 現在那個人就是教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有動力 我就可以告訴他 我們不用由頭到尾 一直引導到 到某時候 他已經有動力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對付罪的動力 第一 神真是愛你愛到孔 愛到孔 愛到孔 你很寶貴 神很體重你 你很重要 你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信不信 相信 真的 聖經說了 神在有個奇妙計劃 生命會大大祝福你 你聽神的話 神會大大祝福你 好了 聖經又說 當我們聽神的話 信靠親近遵從神 神就會怎樣 祝福 對 神就會大大祝福 祂的祝福 是否只是去天堂 不是 還有什麼祝福 你知不知道 在現世都可以活得喜樂 對 在喜樂的人生 對 這種感覺是世界給不到的 非常好 你看過你說過 這種感覺 比你去玩的滿足 比你賺很多錢的滿足 感謝主 謝謝主 你很厲害 記得很多 聽神的話 你會得到很多福氣 包括你整個生命重建 你會和人際關係好 工作 神可以祝福你 或者你將來的婚姻 什麼神都可以祝福 你想不想 想 好了 第四個動力 這是反面的動力 就是如果我們不聽話 就拆毀了 一直拆毀 什麼都沒有 既然這樣 你想不想處理生命 處理罪 想 想 好了 我現在也是教導 簡單說一個方法 就是 德性五步曲的方法 以及如何處理罪 罪 首先我們會留意到 如果你想要犯罪 首先 心裡是否會想到那個罪 我想要做的事情 會有這個意念 會 有這個意念 當你一知道有這個意念 立刻說 那件事會帶來什麼呢 如果我繼續犯 會帶來什麼後果 知道嗎 會 落地獄 嚴重就落地獄 還沒那麼嚴重 總之總有破壞性 總有破壞性 即是我心裡留意到 我想犯那個罪 一定有破壞性 然後 我就問神 到底聖經教我們怎麼做呢 你已經知道 聖經教我們怎麼做 好了 我們可以祈禱 猴子赦臉 然後我選擇 我不犯那個罪 我選擇聽神的話 你可否想像 正要犯那個罪 然後你會想 如果我犯這個罪 然後魔鬼就會拿走我一些東西 那你會不會在那時候 你就說 神幫我 我選擇 我不拿這個眼前的享受 我做神所吩咐的事 你猜你可否嘗試 去這樣即時 選擇聽神的話呢 可以 可以 當你想起動力 我這樣聽神 神就喜歡 神就提升我的生命 如果我一犯罪 就馬上有很大的分別 那你便提醒自己 我這一陣子 聽神的話 馬上有神的祝福 我就選擇聽神的話 OK 好 我現在 這是一個簡單的示範 給大家看到 過程 我儘量引導 但 其實他從頭到尾 都已經很願意 這個情況是不同 有些人的 因為有些人 他們情緒問題 他就說 那些人這麼壞 我當然不開心 那些是比較難搞的 但我主要是示範引導 讓大家學到引導 引導 不只是輔導有用 你和人聊天也是 例如 有個家人罵你 有個同事罵你 你罵你當然不開心 但我們能夠放下 我說對不起 我做一件事 我們可以跟著說什麼 譬如 如果真的在這個情況 你就說 我想你告訴我 下次我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更加好 他會很驚訝 為什麼你會這麼謙卑 反而是得性的 我們能夠向他請教 或者說 你覺得我什麼做得不好 你告訴我 我下次可以改善 這些就是引導 引導他 讓他講出那個問題 於是我就處理 下次我做到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你告訴我 我做不到你也告訴我 這個就會破解了他 攻擊我們的心 當然有些人不願意 有些人不會肯和你這樣做 但也不要緊 我們就謝謝你 我會留意的 這個也是會建立關係 這個問題不會破壞關係 有沒有人想問問題 關於我們這先所做的 但可能有些人說 我沒有時間那麼長 看情況 有些情況是可以更快進入教導 但有些情況是需要引導更多 以及技術不要批判 譬如什麼叫批判 我這先沒有做這些動作 批判 即是說不要做 現在我說的不要做 譬如說什麼搞錯 明知犯罪還要犯 你當然這樣說 自己落地獄 那就落地獄了 這些是批判 他聽完是不舒服的 你這麼沒用 經常都沒有決心 怎樣做人 怎樣做基督徒 這些說話我們不能出口 因為這些說話只是破壞他 ven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